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哇,這個太久沒有拍個鞋皮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那這個其實有原因 因為老師這次從美國回來台灣呢 其實每個週末或者是這個平日幾乎都有行程 那為了什麼呢 因為就是要為大家帶來一些特級專訪 比如說我們專訪這些非常知名的鞋頭們 他們的收藏或者是說在線上的一些明星 所以呢,敬請期待老師為你們在八月的時候帶來的一些專訪特輯 那廢話不多說,今天剛好小孩子不在家 可以快點拍個鞋皮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呢,非常的明顯 老師今天要鞋皮的這兩雙鞋 應該大家都已經看過其他人的鞋皮 不過呢,老師因為非常喜歡 JORDAN這一個款式的鞋子呢 所以呢,我就想說一定也要拍一下 跟大家交代一下 好,看孩子就知道今天老師要鞋皮哪一雙鞋子 沒錯,也就是這個 Air Jordan 6 Celebration Pack 也就是慶祝組合包 來,我們看一下這兩雙鞋子的盒子 我們先從左邊這雙開始 來 左邊這一雙呢,鞋盒上面就寫著 這個,來 Air Jordan 6 Retro 然後呢 10號半,老師的size 顏色齁 這個我懶得練齁 因為也不太會練齁 現在把這一雙鞋盒打開看一下 這一雙鞋子齁 來 打開的時候 你看 裡面就有這個 Air Jordan 6代的logo的這個襯子 非常的帥 一個很漂亮的細節 老師非常的喜歡 打開呢 哇 是這一次組合包裡面 老師最喜歡的一雙鞋子 來,我們先把鞋子拿出來一下 好啦,先講一下 這一雙鞋子 為什麼會在今年出現這個組合包 因為呢 今年呢 就是Air Jordan 6代這個鞋款 23年的週年慶 那為了慶祝 當年 這個Jordan 在1991年贏得 第一隻冠軍戒指 Nike跟Jordan Brand直接推出這個組合包 讓這些收藏家 又再次破產 因為這雙鞋其實不便宜 在美國我們定價是250塊美金 來 加完稅呢 就不只這樣啦 那 這一次呢 老師其實在美國有拿到一組 那在 這個台灣呢 也拿到了 兩組 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非常喜歡這雙鞋 而且聽說這雙鞋子 在台灣其實沒有搶得很快 聽說這雙鞋呢 當天發起還沒賣完 隔天呢 聽說還有在架上 所以 真的是 沒關係 這樣子我們才有機會買鞋 但anyway 我們來看一下鞋子整體的設計 來 鞋子呢 上身整個就用雪茄的這種配色 有沒有這個雪茄外卷的這種配色 這雙鞋 忘記跟你們說它的名稱就叫做Sigar 也就是雪茄 那你們看啊 所有鞋身上面呢 它這種很像雪茄外面的這個卷子的配色 一模一樣齁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雙鞋子齁 那再加上你看齁 其實這個皮質非常的特別齁 你輕輕的一刮 你看為了這個節目老師犧牲一下沒關係齁 你看刮這個小地方 有沒有 一刮就一痕了齁 所以這真的是跟這種 真皮的那種感覺啊 真的是一模一樣 而且摸起來其實非常的buttery 非常的平滑齁 你看這一刮這個顏色就變了 所以呢如果這一雙齁長期把它穿下來 應該會就是穿出那種非常漂亮的皺紋 老師其實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小細節齁 再來我們看到了鞋頭的部分 鞋頭的部分它就一樣這一種齁 雪茄咖啡色 再加上這一種很像葡萄紅 紅酒的這種配色 那鞋底呢就是這種鮮紅色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那這一次的鞋帶鎖呢 與其放在這個鞋舌的上面呢 它直接放在這邊有沒有 也就是老師平常穿六代扣的這個地方 就是在第一節的地方齁 所以是非常的酷齁 那來最經典的就是這裡啦 這邊呢鞋舌的部分 六代一個鞋舌的部分齁 它這邊直接用金色的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雪茄如果你買的時候啊 它這個 一個包裝有沒有一個 label 它其實會用這種金色的洗脖子 捲一圈在這個後面 過濾嘴那邊齁 那這個戒指是這一雙鞋子 這一次的主打非常非常的經典齁 那這個戒指呢 其實就在效仿當年1991年呢 Jordan贏得第一隻冠軍戒指的時候 所帶的那個戒指 非常的酷 那與其這邊呢 直接用chappenship 或者是這個 支架哥公牛隊的logo呢 它直接用一個jumpman logo 非常非常細膩的一雙鞋子齁 這雙鞋子齁 Nike他們定價250塊 我真的覺得一句話都不會抱怨 因為它的細節跟材質應用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屌喔 那我們看一下戒指側面的部分 戒指側面的部分呢 它就寫著這個 Year of the Six 有沒有就是YOT 然後6 有沒有看到 然後下面就寫著1991 也就是當年呢 芝加哥公牛隊 打敗這個胡人隊 贏得冠軍的那一年 那其實戒指這邊 也非常多的細節 如果你注意看的話 它戒指呢 整個外圍都有鑲著這一種鑽石 會bling bling的那種鑽石 而且看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細膩 非常的炫喔 然後再加上呢 來 另外 戒指的另外一邊 它就直接打著什麼 我們看一下 它打著這個JORDAN 也就是喬丹 然後寫著23 非常非常的酷喔 鞋舌的部分呢 它就寫著JORDAN 一樣沒有任何的變化 那一樣這種葡萄酒的顏色 非常的酷 那如果你們有注意的話 老師其實這一雙鞋 到現在還沒有穿喔 這一雙其實我是要拿來收藏的喔 我有買備份 所以這一雙真的是要拿來收藏的 那如果你們看一下它的背後 鞋跟的部分呢 它直接就印的這一種 很像盾牌的印字喔 上面寫的什麼呢 最上面它寫1991到1998那一年的賽季 也就是它贏的第一支冠軍戒指的賽季 然後呢 盾牌裡面有一個JORDAN LOGO 再加上這個2323 然後還有六顆星星 代表著六代的意思喔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看到了鞋子的內襯呢 原則上喔 顏色的搭配跟這種皮質的運用 都是一模一樣的 沒什麼變化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後鞋跟環呢 它就直接用了這一種葡萄酒的顏色 加上這一種金色的圖漆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那再次跟大家指出一下喔 這邊有沒有 中底的地方 它一樣有鮮紅色的這一種感覺 其實他們想要塑造成這個Infrared 其實 有像啦 真的有像啦 然後呢 這個outsole的地方鞋底 它就用這種果凍膠 那講到這個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鞋底 鞋底真的是非常的炫喔 這一雙鞋子 其實當時在這個網路上 流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真的是非常興奮 因為呢 把這麼有意義的這種歷史Event 把它這樣子拿來當靈感 然後做設計 我真的是非常興奮喔 那原則上呢 鞋底就是給你這一種 Infrared橘的感覺 再加上這個黃色Juntman logo 還有這一種果凍膠底 非常非常clean和鮮的一雙鞋子 老實真的是齁 看到這個完全沒有辦法免疫齁齁 出離了好幾雙齁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Airbubble裡面 其實也是用金色的配色 非常多細節齁 真的是很屌的一雙鞋子 好那這雙鞋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帥的細節 在他的鞋墊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好講到鞋墊之前呢 順便要跟大家講一下齁 他這個鞋帶的這個有沒有 頭啊 他是用這種木頭的去做的 所以非常多的細節 非常非常的屌齁齁 你看 這胖的嗎 真的胖的有嗎 你如果說這沒胖的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齁 but anyway 那我們看一下鞋墊齁 鞋墊 來拉出來 為了你們這樣拉出來齁 你看 整雙是用這種軟木塞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高格調 真的是超好看的 那除了除此之外呢 他這邊有一個雷射齁 直接打的什麼 就是這個 剛剛這個鞋跟後面的這種盾牌印齁 非常非常好看 ok 好 好再來我們看到另外一雙鞋子 沒錯也就是香檳齁 雪茄配上香檳 老師現在沒有我的那個 紅葡萄酒這個 7代 要不然我就直接唱我那一首歌齁 香檳與紅酒 but anyway 一樣上面打著 Air Jordan Retro 10號半 老師的size 原則上呢 Jordan六代 我都建議穿實際尺寸齁 那其實小半號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其實有大半號的感覺 那老師的腳其實呢 比較適合穿大半號的鞋子 所以呢 穿起來其實還蠻舒服的齁 原則上整個盒子的設計一模一樣齁 沒有任何的地方不一樣齁 好 我們現在就來把鞋子拆開來看 那打開呢 一樣有一個有沒有 金色印紋的這種襯子齁 好 把鞋子拿出來 來 我們現在就來看香檳這雙鞋子齁 其實之前老師呢 看到這一組組合包的時候 對香檳沒有任何的興趣齁 因為我覺得這種亮皮漆 直接打綠色感覺很cheap的感覺 可是在這個發行日更近的時候 越多照片流傳出來 我就覺得 唉呦 其實還蠻帥的齁 而且他其實有一些暗藏式的這一種齁 細節 老師等一下來跟你一一的介紹一下 好啦那其實很多人會疑問說 為什麼是雪茄跟香檳的這個主題 也不是其他的東西呢 那原因呢就是因為呢 那一年 91年Michael Jordan他們打敗這個 洛杉磯湖人隊的時候 Jordan因為太開心了 直接就在這個更衣室拿著雪茄 跟這個香檳齁慶祝齁 popping bottles 有沒有那種感覺 那這一雙鞋子的配色呢 其實就是當時Michael Jordan 在這個更衣室拿著那一罐香檳 一模一樣的顏色 那這個香檳呢是來自一個知名品牌 叫做Don P 也就是這個Don Perignon的這個 這個香檳品牌齁 那原則上呢 整雙鞋的上身 他就用這種亮皮綠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眩 很繞的一雙鞋子齁 然後再加上呢 一樣有這種香檳洗脖子的包裝 的這種感覺的鞋色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酷 那老師其實這一次非常的喜歡 就是說 除了他上面給你一個這個冠軍戒指的 小配件啊 他這個原本的鞋扣還 把你保持住喔 這是一個非常用心的地方齁 一樣給你一個 1991年冠軍戒指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一雙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這邊 有沒有 你看到中底有沒有 他用這一種金色的 這一種塗漆呢 直接劍灑在上面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漂亮喔 再加上呢 你看整雙鞋底是 I see outsole 所以這種鞋子 如果在這種平滑 又濕濕的地方齁 其實踩還蠻安全的齁 抓地力非常的好 那整雙鞋底都會發光齁 那為什麼鞋底會發光 其實這是有緣故的齁 因為當時 Michael Jordan拿的那一瓶 這個香檳酒呢 他這個外面齁 對這個貼紙 就會發光齁 所以真的是非常屌的一個細節 那Nike這次設計也非常用心 將這個小小的 這個香檳酒的細節 直接做這個設計的靈感來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看到鞋子的內側 一樣齁 就是這一種香檳綠 再加上黑色 還有金色劍灑漆的中底 好 我們看到了鞋跟的部分 鞋跟的部分 一樣給你一個透明 translucent的這一種 heel tab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也是會發光的 再加上呢 哇 這個最經典的六代鞋舌的部分 這裡也是會發光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雙鞋子 他的鞋帶有沒有 鞋帶頭的部分啊 他與其像剛剛雪茄給你木頭的 這一雙是給你這一種金色的 很像這個香檳 酒罐上面的錫波紙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齁 那老師其實看到這一雙齁 這個是越看越順遠 越看越遠你知道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雙的鞋 墊齁 原則上一樣齁 鞋墊他也是給你這一種 啊 把它拔出來 雖然不想拔 有點懶齁 原則上這個鞋墊的部分 也是一樣用軟木塞 然後灑著這一種 金色的銀粉 一樣有一個這個盾牌的印製 非常酷齁 那剛剛老師也有跟你解釋到了這個硬牌 它每一個小細節 代表著什麼 那你們應該都知道了齁 好啦 那這一雙就是 這個Air Jordan 6代香檳 的這個鞋瓶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在一旁 那老師其實這一次回來台灣很忙 好那也跑了非常多的這個球鞋墊 那幾乎有機會呢 就會刺激一下我們台灣的經濟齁 不過呢 原則上目前我看到的鞋子 大部分不是我有 就是 目前還不需要齁 其實是有點 預算的問題齁 兩包破產了 你知道嗎 不過老師最近有機會 在台中的幾家這個 Outlet的墊齁 也就是這個季後款式的鞋墊齁 去 挖寶 那最近挖到了兩雙其實還蠻開心齁 好一雙呢 我們先從這一雙開始 橘色這一雙 來第一雙鞋 老師其實是在這個 台中文心路這個 佳樂府裡面的一間 微笑的Outlet 真的是蠻酷的齁 那裡面他剛好在做 買衣送衣 買衣送衣的請講 因為這在美國 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齁 的這個齁促銷 那老師剛好跟另外一個人呢 有機會齁 這樣搭起來買到這一雙齁 基本上是有點半價的感覺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雙是什麼鞋子 這雙他的鞋子名稱呢 就叫做這個 有沒有你看 Air Foodscape Desert Changa Quick Strike 其實老師還蠻驚訝 這個鞋子呢 還可以再架上 而且是被打到這個季後 Outlet店齁 所以老師其實還蠻開心的 那原則上這雙鞋會這麼吸引老師 是因為呢 一方面是他編織的這個細節 二方面是因為 你知道嗎 老師是一個老嘻哈頭 所以對這個Timberland的這種顏色 都非常吸引喔 我覺得這雙如果配個這種長褲啊 那去那種正式場合穿 其實也都還蠻適合的 因為你看其實蠻多細節的 像這個鞋跟的部分有沒有 他整個都用這種皮的這種材質 非常的平滑 那再加上呢 後鞋跟呢 有幾條黑色的編織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的一個細節喔 然後 然後呢 你如果看到這個鞋帶的這個整個圓啊 邊緣啊 他也是用這種皮製的這種材質 去做運用 非常好看 他上面有個黑色的Nike勾勾 除此之外 你看喔 連裡面這個鞋墊有沒有 他也是用皮脂的這一種啊 材質去做運用 然後 看到了這個鞋的內緣 他其實有點像用這一種 很像亞麻布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子細節 不管是細節也好 材質應用也好 設計也好 老師都非常的喜歡 那中底他原則上就是用這一種有沒有 Chunker 這個woven的這一種造型去做設計 然後呢 看到了鞋底 他就是白黑 非常就是clean sample簡單的一種配色 原則上非常好看喔 鞋的內側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如果你對這雙鞋子有興趣 其實我知道到處還有在賣齁 那這個size好像剩不多 不過是非常好穿的一雙休閒鞋 老師也非常開心用這種非常便宜的價錢去拿到 所以呢 台灣真的是個好地方喔 好啦 除此之外呢 這是為什麼老師破產喔 回來買了好幾組這個 然後呢 又一直亂買喔 所以呢 真的不要像老師這樣子喔 錢要好好的存下來喔 好啦 那另外一雙呢 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復刻鞋 它叫做Air Max 97 哇 講到97你們應該知道 最經典的一個配色是什麼 沒錯 也就是銀色加上3M材質的那一雙鞋 現在就來看一下 噢 我看到嗎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直接這個Nike的標籤也 就是把你用在上面喔 所以這真的是跟早期 這個Air Max 97 的這個設計 跟這個包裝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97呢 其實在早期呢 有辦法買到這雙鞋 穿的人呢 都非常的高傲 因為老師當時呢 其實沒有錢嘛 沒有人力沒有辦法買這些鞋子 那看到有穿這雙鞋子的人 其實都夾一個屁股 看起來很高傲 不過anyway 現在呢 自己有一點人力呢 就快點買來穿 不過現在也沒有人理你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 這雙鞋屌什麼喔 不過呢 這樣也好 像我們這種老屁股 才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錢 拿到這雙鞋子 那Big Shout out to 這個中港路跟櫻材路的 這個摩曼頓Outlet店 他們這個打折商品 然後呢 因為老師又認識這個 摩曼頓太平店的店長呢 所以呢 又可以再打一點折 所以其實老師這雙是用到 非常便宜的價錢買到 多少錢 當然不可以跟你講啊 but anyway Air Max 97 銀色這個配色 是非常經典的一個顏色 那講到這個有沒有 波紋的設計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是 效仿這個日本快速子彈列車的這種造型 那其實經由這個喔 真正的設計師的證實呢 這個其實是來自 這個水滴 有沒有這個水滴下去 這一種水擴散的波紋的造型 所以呢 Don't get this wrong man 如果人家說這個鞋子是來自這種 日本子彈列車設計 那是錯誤的喔 那講到Air Max 97呢 他當年會這麼的轟動且 非常受歡迎 是因為喔 他這個喔 這也是Nike 當時把這個 360度的Airbubble 有沒有 這種氣墊窗 直接 塞在這個鞋底下面 所以呢 當時看到這個氣墊 就真的是非常的興奮喔 非常的臭屁喔 Anyway 如果你對這個Air Max 97有興趣啊 尤其是這個配色 你可以去做一點功課 因為這雙鞋子的配色 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經典喔 好 好啦 原則上老師這一次不做這個 實著的部分 因為時間有限喔 不過呢 再次提醒大家 老師呢 8月的時候 會慢慢的播出 暑假期間 專訪的這些 收藏家 不管是鞋頭也好 或者是在線藝人也好 真的是非常開心 可以跟這些人 接觸到 然後呢 請他們跟你們 分享一些他們的收藏 那也再次感謝 所有支持老師的鞋友們呢 繼續收看老師的鞋品 耐心的等待老師 每一集的這個節目齁 好 那記得在老師的影片下面 給我按讚 繼續分享老師的這個鞋品影片 然後呢 如果老師有哪裡講的不足的呢 再請你們大家多多的在留言欄留言喔 OK 那老師先去忙啊 這是看你老師 下次見 掰掰